大家好,我是一夜 布洽事件愈演愈烈 乌克兰和西方媒体称 距离基辅约30公里的布洽镇 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屠杀暴行 平民尸体七七八八地倒在路边 有的双手还被白布条反绑着 而罪魁祸首就是俄罗斯 俄方则表示 照片和视频都是摆拍的 是乌方为西方媒体制作的 另一部白头盔视的作品 如果是真的 那为什么在乌方进入的第四天 才爆出图片和视频呢 为什么尸体在四天后 没有变硬 没有失败之伤口的血都没有凝固呢 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暂时无从得知 我们既没有看到 俄军对平民近距离开枪 也没有看到乌克兰在摆拍视频 但我们能知道的是 布洽事件将严重影响 俄乌局势的走向 首当其冲的就是俄乌谈判 一周之前 俄乌在土耳其的谈判 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时乌方表示 愿意以中立乌合地位换取安全保障 俄方则宣布大幅减少 西埔和切尔尼哥夫方向的 军事行动 那么愿意后撤 其实就是俄罗斯在给俄乌谈判 创造更好的政治氛围 但现在泽连斯基已经改口了 他表示 乌俄的谈判中 关于乌克兰去军事话 和去纳粹话的内容 乌克兰不会再讨论 关于加入北约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这两句话 等于就是否定了 俄罗斯此次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此外泽连斯基还曾表示说 协议内容都将付诸全民公投 考虑到乌克兰民众现在的情绪 公投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后撤的俄罗斯来说 他不得不重新评估事态的变化 不排除俄军在调整之后 会采取更为猛烈的攻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我们倾向于认为 这是找了个借口 破坏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的俄乌谈判 其次 俄罗斯与美西方将进一步对立 不恰事件是真是假 美西方不管 但是急着定罪 众口一词地谴责俄罗斯 纽约时报我们如何回应 俄罗斯的暴行 武器和制裁 洛杉矶时报 战争罪还是种族灭绝罪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姑息俄罗斯的暴行 华盛顿邮报 美国如何支持 对俄罗斯的战争罪调查 随便扫两眼外媒 就能感受到 美西方义愤填膺的态度 和排山倒海的决心 外交方面 俄罗斯的外交官们 已经默默收拾行李 准备走人了 波兰驱逐45人 德国驱逐40人 法国驱逐35人 意大利驱逐30人 西班牙驱逐25人 丹麦驱逐15人 斯洛文尼亚驱逐33人 仅仅两天 就有近230名 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 在俄欧对立的情况下 保持沟通可以减少误判 但是随着大量的外交官被驱逐 俄欧沟通日趋复杂化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在社交媒体上打去说道 到时候啊 大家就只能透过武器瞄准镜 来彼此观察了 除了驱逐外交官 当然还有制裁 虽然欧盟很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但还是狠下心来宣布对俄实施煤炭禁运 不过呢 对于最关键的石油和天然气 欧盟却含无其辞的说 相信未来会实施的 6号 美国也发起了新一轮的制裁 其中包括多个首次 首次制裁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 首次制裁普京的两个女儿 此外呢 美国还将冻结俄罗斯的美元储备 不允许俄罗斯用这些美元来还债 不得不说啊 这招相当的狠辣 俄罗斯央行在美国的外汇储备 早就被冻结了 但美国之前允许俄罗斯用这些储备来还债 但现在不行了 俄罗斯在美国的钱不能用来还债 如果俄罗斯不还 那就是违约 如果俄罗斯想还 那就要耗尽手中谨慎的美元 然后不得不再去挣新的美元 你普京不是两天前发布了卢布结算令吗 那看你现在怎么办 当然了 俄罗斯也不会坐以待毙 肯定会发起制裁反击 由此可见 制裁博弈还将长期持续 双方都是齐招狠招进出 招招致命 企图把对方逼入绝境 军事方面 美国也已经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1亿美元军援 其中包括反装甲武器系统 事态走向 让人揪心 不恰事件发酵三天 原委还没有搞清楚 武器和制裁都已经接踵而至了 我们可能要眼看着 刚刚降温的俄乌冲突 再度升级 也许对于美国来说 这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这利好军工复合体 利好美欧团结 牺牲的也不是美国人 必须强调 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但导致平民丧生悲剧的 不正是动荡和战争吗 这也就是中国一直反对 身乱身战 坚持劝和促谈的原因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发言当中表示 对话谈判是开启和平之门的唯一出路 国际社会要为双方谈判 营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为政治解决开辟空间 不要设置障碍 三天阻力 更不要火上浇油 激化矛盾 外媒纷纷渲染 说不恰事件是俄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 但我想说 我们不希望转折 所谓的转折不就是走向更加对立吗 此时拱火 其心可诛 国际社会需要的是真相和和平 而不是武器和制裁